张女士住在杭州运河西原小区 房子130多平方 2019年3月 她找到了盛都家居装饰做装修 软装硬装加起来花了70多万 其中包括三个卧室的床 费用是一万五左右 今年10月初 她发现儿童房这张床的背板出了问题 就是说床甲这样子晃动 晃动得很厉害 她说给我修 那我说修了两次了 修不好了 然后我说越修越晃了 张女士说相比客厅 三个卧室经常产生刺鼻的意味 再加上儿子之前流过鼻血 她怀疑床可能有问题 然后我就把床扒开来看看 打开来全部都是纸板 这呢 这个是纸板 全部都是纸板 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层的 整面就是呢 这边她用的就是一个 好像是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反正我们这边叫密度板呢 就是这边固定了一个板 然后从这一块到 翻到背面那一块 全部它是纸 然后中间是镂空的 当时我这人都崩溃了 我说这个床 那再怎么样 你不能这样子 就是框我们老百姓啊 对不对 张女士说 床背板大部分材料 是这种纸板 只有几毫米厚 订购清单显示 这张床床位 用高密度中纤板 优质安木底架 张女士表示 当时订购时 工作人员告诉她 床是全实木的 那种中纤板的话 然后用的这种材质的话 是比较多的 当时我们材质上 备注的也是说 主要的一个 就是承重的 然后这一块的 然后用的 保证质量 就主要是在它的一个 床的靠背上面 也就是说 非承重的一个地方 都是用那种木料 然后去做成的 这是说 可能就是说 比较薄了 然后接近就纸板了嘛 它这个是不影响 它正常一个使用的 文经理表示 床的主体结构 多数是中纤板 背板用的中纤板 确实比较薄 但不是纸板 至于另外两张床 是怎么样的 因为没有拆开 暂时还不能明确 三张床是否环保 他们会向厂家 要相关证明 张女士也可自行去检测 本身我的床架 就是实木为主的呀 单子跟实户 实货 本身就是有点不符的 那我在住在 在一年当中 对我造成的损失 你们要做何赔偿 已经使用过一年了 我们这边的话 确实也不好 然后再去做补偿 不管怎么样 然后客户这边的话 问题我们是要处理嘛 那我们也 也愿意承担这一块 就是我们当时 没有沟通清楚 然后这一块 所造成的客户的疑惑 总共是三张床 三张床的话 儿童房和主卧的 这两张床的话 是我们是可以 就是工厂升级这边 给它升级到 做成那个多层板了 包括后备呀 然后边框呀 这些都可以 去给它完成的 工厂这边 是实木的吗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实木多层的 只能这样去说 多层板 不是实木板 文经理说 客户这张床 暂时没有升级工艺 可以做退换货处理 双方最后协商 三张床都换成新的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三张床都换成新的 订阅 供与